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来千万劫南昭玉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门继续来修学法界关门 二十九页 第一真空观法 于中略作四巨石门 一灰色归空观 二明空极色观 三空色无外观 四命绝无济观 那么上次我们有讲过 二十七月复习一下 整个法界关门呢 主要它分为三个层次 真空观里 四五外观 周遍寒荣观 那今天我们开始看这个真空观 怎么样才是真正可以正确的来观空 正确的空 那么在真空观里头呢 那么杜树门上它做了所谓的四巨石门 四巨就是底下它这里有四巨 灰色归空 明空即色 乃是这个敏绝无济 这就是四巨 那这四巨呢 前两句 灰色归空观里头又有四门 灰色空观四门 然后第二句 明空即色观里头又有什么 又有四门 这样就几门了 就八门 然后三跟四呢 就各一门 所以四四一一 四四一 这样就总共十门 那它就是真正要了解正确的空呢 那可以说它就是用了这个所谓的四巨石门 这四巨呢 我们灰色归空呢 简单讲就是新经的什么 色即是空 色即是空 那叫灰色归空 那第二句 明空即色就是新经的什么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所以接下来第三句就是什么 空色无碍嘛 接下来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呢 所以就是色 空色无碍 这是第三句 那么明绝无济呢 就是说 这个法道的深处呢 它是 不能说是色也 不能说是空 已经不能再用语言文字来叙述了 这就叫灰觉无济 我们常说这个言语道断 心情触灭 就是这个意思啊 言语道断就不能再讲啊 心情触灭 也不可以用这个思维心去思维了 上次有跟大家报告这个 所谓的行起解决 行起解决 修行起来 就不再有什么这个 讨论思维的这个余地了 这个就是第四个 所以你真正要来谈空观的话呢 可以说有这四个层次四个角度来谈 那第一个就是灰色归空 就我这样讲的 这个色己是空 那么灰色归空呢 也就是说缘起性空 那明空即色就是什么 性空什么 缘起 那空色无碍就是 也就是可以讲就是缘起性空 性空缘起原种无碍 就是这个空色无碍 所以呢 其实这前三观呢 也就是所谓 我们会说这前三观就是山地 天台中的什么 山地 灰色归空观就是什么 就是真地 灰色归空 真地 明空即色 这叫什么 俗地 空色无碍的话 那就是什么 中地 就是 也就是天台中的山观山地 或者就是空观假观 跟中观 就是前三观正好就是配了这个 山观山地 那第四个呢 就是代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 空呢 它其实不是用语言文字 是实为心 可以去分别的 那这就明觉无忌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灰色归空观 它说 官约 就出门中 为四 一 射不及空 以及空 而以射不及断空 故 不是空也 以射局体是真空也 故云以及空不 量由即是真空不 非断空也 是故 是故言 由是空 故 不是空也 如果 你看文字 他觉得说 这个文字好像很奇怪 好像 才能在对撞 射不及空 以射不及空 以射不及空 如果你看文字表面的话 就射不及空 以射不及空 以射不及空 射呢 它不是空 因为它是空 如果你看文字表面 就是这样 那 这个很奇怪 你不是我 因为你就是我 这很奇怪 但如果你真正了解义理的话 它就不会奇怪了 而且它的出门 出门就是指 灰射归空 它有四 就分为四门 这四门 每一句话 第一句开始 前三句 前三句 我们稍微看一下 前三句 一开头都是这句话 你看第一句 第一本它说 射不及空 以射不及空 然后二呢 二三三十一页 又来了 射不及空 以射不及空 以射不及空 再三十二页 射不及空 以射不及空 以射不及空 连三张王牌 那三句怎么看起来完全一样 所以说 这个呢 你不能看文字表面 所以古文呢 有的时候是说 你没有深入去了解它的意义 你会被这个文字的表面 这个占助 所以说 一亿不及余 然后 第四门的时候 就射及至空 射及至空 这就才有 有点点不一样 那所以前三句呢 前三句都是 一开头都是这句话 射不及空 以及空故 那当然 这里头 这个射不及空 以及空故 这个空字 在这三句里头 我们就要知道说 虽然同样是一个空字 但是这个空的意义 有所不同 这个是 这种情形呢 在佛教里的经典 或者是讨论有所谈 譬如说 自信 自信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你要看前后文 如果你拿去六祖谈情 何其自信本来清 何其自信本如动了 这个自信是 就是佛性的意思 这何其自信 但是呢 这个自信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众生会执着 这个法有自信 或者是人有自信 就是人 人有我 或者法有我 这就要破除啊 所以常常讲要无自信 对不对 所以这自信有的时候是对的 有的时候是错的 一样 这个空呢 这个空有的时候是对正确的空 有的时候是什么 错误的空 所以说说要简别啊 所以呢这前四 前三句 这总共有四句 对不对 出门又有四句 前三句 都是在检测错误的空 检测错误的空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师父他的一个说明 这样就会比较清楚 在三十三页这里 三十三页 中间 中间 我师父的解释 中间 上三句 以法简勤 器 简勤者 简非三种空或 简三种空或者 一 简 面色空 二 简 离色空 三 简 空四有 所以前面三句 虽然开头都是色不及空 以及空故 但是 这个空呢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空 在这三句里头 这里头的空的意思 有所不同 虽然都是空呢 但是在第一句呢 有一个空它是叫做断灭空 所以这是要简除的 这个简除 简就是简别去除的意思 简别去除 比如说我们呢 这里头 我们说要挑菜 对不对 大家会做厨房 会去挑菜 挑就是简的意思 把不好的菜 坏掉的菜要怎样 简掉嘛 要把它拿掉嘛 对不对 好的菜我们才怎样 留下来去炒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简就是把它挑除掉的意思 所以你要了解正确的空 就是把错误的空 怎样 简除掉 把错误的空 简除掉 那很自然你就会进入到正确的空 那么错误的空呢 基本上就是有这三大类 所以要用三句嘛 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什么 灭射空 灭射空 这个射灭了以后就空了 这个我们很多人就这样 什么是空 有一天人死了啦 就什么都没有 就是空了 人死了 就是人灭了 什么都没有 这个就是 我等你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灭射空 灭射空 这样的空 是错误的空 所以说佛教追求的空 不是这个人死后才空啊 再来离射空 离射空 离射空也是不对的 这个射外有空 射外有空 就离射空 不是说离开了这个射像之外 有一个空 这也是错误的 第三个 简空是有 把空当成一种有法 把空认为是好像一种 有一个空可得 认为有一个空可得 就是把空当成有法 这也是错误的 好 那这三种 那第一门 第一门是检除了 检别掉了这个灭射空 第二门呢 它是检别掉了什么 空 非是有 那第三个是检别掉了什么 检别掉了这个 离射空 所以我师父在这顺序有点 就是说它的第一句是它的第一种 可是第二句是它的第三种 第三句是它的第二种 好 好 没关系 那反正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 这里头 它提出了四句 四句的前三句呢 都是要检别掉的 错误的空的这种认知 错误的空的认知 那我们把错误的空的认知 去除掉了 我们就很容易自然进入 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正确的空 第四个正确的空就是什么 设计是空 看到没有 正确的空就是设计是空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看 看这个文 回到二十九页 一 射不及空以即空不 那么我们加几个字 你就会很好了解 射不及空 在这个空之前 射不及空你前面加两个字 射不及断面 你加断面两个字 就是说这个空呢 射不是一种断面空 射当然不是断面空 以即空不 那射是一种什么 这个空前面加一个什么 叫做真空 或者是性空 都可以 就是所谓的射向射法 它不是一种断面空 它是一种真空 或者是性空 而不是一种断面空 所以说 就是说 你在文字上 就我刚才讲 自性呢 有时候这个自性是指佛性 有时候自性是指 执着法有自性 那你要以它的这个意 那这个射不及空 以即空不呢 就是射不及断面空 不是一种断面空 那它是一种真空 而已故 你看它马上就讲出来了 而已故 以射不及断空不 不是空 为什么先讲 射不及空呢 为什么射不及空 因为射不是一种断空 射不及断空 所以不是这种断空 所以叫不是空 所以这个空是指断面空 所以我师父讲的 它第一句就是要减除什么 断面空 对不对 这空呢 并不是一种断面 简单讲 不是一种断面 以射 以射 局体是真空 顾云 以极空顾 那为什么又说极空呢 因为射 局体 就是它全部就是真空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射向 射法都是缘起嘛 譬如说 这条毛巾 这条毛巾呢 是不是很多的线 构成的 对不对 所以 整个毛巾 其实都是线 那么 也就是都是缘起嘛 那缘起就是没有自信 就是什么 就是信空 对不对 我们常讲缘起信空 所以毛巾 毛巾全部都是线 所以并没有真正的毛巾嘛 是不是 没有真正的毛巾 它只是很多的线而已 并没有真正的毛巾 譬如说 人 譬如说我慧签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慧签 只是很多的什么 细胞 对不对 你看我有肌肉细胞 我有神经细胞 我有血液细胞 好多细胞 几千亿个细胞 他们呢 很有默契的在互动 对不对 所谓的人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并没有真正的人嘛 只是很 就是一堆细胞而已啊 就是一堆细胞而已 所以 具体就是真空 为什么 因为没有真正的 它自己的本性 本体 因为都是圆起 所以色 具体都是圆起信空 所以叫个极空 所以你就知道 色不极空 为什么 因为不是一种断面 所以叫不极空 不是断面 可是为什么要极空 因为它是圆起信空 这个正空 所以具体是真空 就是圆起信空 所以说 色不极空 以极空部呢 你加几个字 就很清楚了 色不极空 就色不极 对外面空 以极空部 是真空 所以这个不是乱加 它的纹里头 就这么写了 这样道理通透以后 你再来看 原来这个也没什么困难 是不是 它其实就很简单 所谓的色相色法呢 它不是一种断面 它是一种圆起信空 所以你要追求空 你不能用断面 不能用断面的这个色法 这个色没有了 消失了 认为这是一种空 这样是错误的 而是它缘起就是信空 所以良由即是真空 故非断空也 所以色相 它是一种真空 而不是一种断面空 所以才会说 噢 是故言 由是空 故不是空也 所以由是空 就是色即是空 而不是空 那一样 那现在问大家 由是空 这个空是什么空 是真空还是断空 是空 是真空还是断空 真空 真空啊 不不是空 不是空 不是什么空 不是断空 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 古文有时候你会加个字 就很好了解 所以说你看起来有点文周周的 其实呢 这个可能在古代的时候 他这样写大概都会看懂 好像说现在那个小朋友写那火新闻 我也看不懂啊 对不对 现在发明很多很多新的词啊 比如说现在什么 1450 他说什么是1450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真正一直去了解 现在发生的社会上 政治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还知道1450代表什么意思 那没有听到这个了解的人 你们在那边讲1450是干什么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文字就在当时的人 因为这种事情 他给他用的这个符号 用的这个文字 当时的人都会了解 这是什么意思 那 不是在这个时代 就要去了解很多的背景之后 他才会知道说 哦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当时 都顺和尚 他们这样写 大家就会很清楚 因为 他们一读 他们马上就知道 你这个什么社 社不极空 以极空部 是什么意思 他会看情后文 他一看他就会很清楚 对不对 那标普我们就要多加 稍微说明一下 也可以去理解 所以我们觉得文周周 可是在当时他们不会这么觉得 他觉得 就这个文章写得很好啊 好 那总而言之 这个文字看起来好像 对我们来讲好像有点比较 好像比较硬啊 比较深色的感觉 因为我们现在现代人 写文章不会这么写啊 所以对我们来讲 比较深音一点 但是其实他到底 不是很难懂 讲了这么一堆就是 告诉你一件事情而已 空呢 空呢 它不是一种 摄像断灭了 摄像消失了 的那种空 那种空叫断灭空 真正的空不是这样子 真正的空是 整个摄像 它全部 整个摄像的全部就是空 为什么 因为摄像都是圆起的 整个摄像都是圆起 所以圆起就是空 没有自信 这一段其实他要讲的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文 如果说我们不要陷入文字 我们就讲道理 道理其实 应该学佛听见文法 就常听了就知道 哦 这个其实不难 常常都听到这个道理 所以第一个要简别掉的 去除掉的 就是对空的认知呢 你不可以以一种断灭空 去认为这是一种佛陀所讲的这种真空 这个断灭空并不是真空 好 这样第一句就理解了 再来第二句 观言二 射不极空 以极空 这个这句话是完全一样 跟前面 前面这个 可以说前面三句 头两句三句都是一样 射不极空 以极空故何以故 那就是问题就在这个 对于空 你怎么去了解它 射不极空 以极空故何以故 以清皇之相 非是真空之礼 不云不极空 然 清皇五体 莫不极空 不云极空 良以清皇五体之空 非是清皇 不云不极空 然后我们大概 因为看了第一句大概可以 也比较容易去推测出第二句的情形 第二句的情形 虽然他也是说射不极空 以极空故 可是你看了他后文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射不极空 为什么何以故 因为清皇之相非是真空之礼 故也不极空 他马上自己就解释 为什么射不极空 就是清皇之相 这就是射法 那跟真空之礼呢 当然是 如果你执着分别的清皇之相 那他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真空之礼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吵啊 这个比较漂亮那个比较丑啊 还是这个比较好 那个比较不好啦 这个是黑的 那是白的啦 还是怎么样 我们就是在向上在怎么样 执着分别嘛 所以就简单讲 如果你在向上执着分别 这就不是真空之礼 所以射不极空 就是如果你 所以说这时候你再加两个字 射不极空 你前面加两个字 记着 记着射 就不极空 就是你执着在这些射向上的话 那这就不是正确的空嘛 因为空不是一种 可以被你执着分别的一种像 所以你看我师父的解释啊 他说前一门 说明非是射面为空 便有人记着射法便是空 射法是有 如果记着射法即是空 那么空便是有法的 经破曰空不如射一样是有法 同时射亦是有法 因为射向是因缘而合的假象 假象无有实性 无实性故空 所以这是破射空为有法者 前面说射面是空 这是错误的 所以非是射面为空 不是说射向面 灭尽才叫做空 所以射还没有灭 射这个东西就是空 可是问题你不能执着那个射 如果你执着那个射呢 那就变成会把空认为 好像跟射一样是一种有法 可是射并不是一种有法 射并不是一种有法 所以你不能去执着射向 认为射向是一种空 那反过来就是不能把空 当成一种跟射向一样的东西 那空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说燃青黄无体 虽然你执着这些青色黄色 你执着这些种种的像 可是凡所有像皆是什么 皆是虚妄 你执着的这些人我众受像 其实有没有射体啊 没有嘛 你执着这是好的 这是不好的 你执着那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你虚妄分别的嘛 他有没有射体 没有射体 所以这些射向呢 虽然你去执着这些射向 可是这些 你所执着的射向 毕竟是无体的 好 比如说你晚上做梦 做梦梦到这个 猫啊狗啊这些 做梦 昨天晚上做梦梦到猫 梦到狗 请问 这些猫跟狗真的有吗 当然是没有嘛 如果 昨天你做梦梦到的猫跟狗 要是有的话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就你的脑子里有猫跟狗啊 或者你昨天晚上做梦烧大火 对不对 那真的有火吗 做梦梦到火也是没有火啊 如果梦到火真的就有火那样就偷壳 早上烧就烧掉了 对不对 所以 你做梦梦到所有的 不管什么东西 有没有实体 没有实体嘛 对不对 没有实体 所以 我们 其实现在呢 对佛菩萨来讲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梦 明明 一切法是不可得的 我们就一直什么 一直在计较之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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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就不懂我们国董到底想要什么 对不对 你看这个 已经那么有钱了 还缺什么也不知道 那好吧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当了一国之君 也是虚妄啊 如果一国之君的那么好 释迦牧也不会那么笨啊 就不要了 对不对 其实是一个很虚妄的东西嘛 诶 可是呢 虚妄的东西众生呢 就是怎样 很有兴趣啊 唉 就迷惑 当中被被这些虚妄的东西 迷惑的时候 就会造业 就会受苦 可怜 好 所以这些我们虚妄 用执着分别出来的这些轻狂 这些种种的 人我众奏相 毕竟是无体的 所以是 那当然是空的啊 就好像我们做梦 梦到 梦到 梦到你重到两亿 梦到你怎么样 那都是空的嘛 所以他 这个有句称叫 黄梁一梦 有没有 或者南科一梦 对不对 都代表意思就是说 唉 这个 做了一个梦 梦到这个梦 醒来就 刚才那些都没有 那这个也是 这两句称言也是 再来说人生 来影射人生 红楼梦 对不对 红楼梦也是 他自己一生的一个 一个写照 是不是 作者他自己的一个写照 他有想过他这一生 想起来就像阴场梦一样 好 所以 对于摄像到底是空 还是不是空呢 如果你执着了这些摄像 这当然就不能叫做是空 可是这些摄像 虽然被你执着分别 可是它毕竟是什么 毕竟是无体的 好像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梦到老虎 可是你在 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不知道老虎 是空的 那你又很紧张很害怕 对不对 你做梦梦到起大火 醒来的时候还满生大汗 对不对 就是说 因为你在梦中 你不知道那是空的 是假的 所以你以为是真实的 所以你就在那边紧张害怕 那当然那个情况就不空了 因为你执着实有 可是话说来 虽然你执着实有 可是那真的就有吗 其实还是没有 是不是 虽然你去执着分别它 可是它事实上还是没有 所以还是什么 还是空 毕竟还是无体 所以说这个很妙 摄不及空 就是当你在做梦的时候 梦还没醒呢 你不知道它是空的 是不是 摄不及空 因为你还在做梦嘛 还在做梦 不知道这是梦 所以你就在执着它 计较它 不知道它是空的 就是这个意思嘛 就摄不及空 可是如果你梦醒了 知道说 啊 其实这是一场梦 什么都没有 那当然是空啊 所以这时候你就心无怪 无有恐怖了 那就不会再为这些 我们人生遇到的情形色色 最近我看很多人也是为了这个 这个总统到底又怎么样 很多人很焦虑啊 就是认为太真实了 其实你给它看喔 哎呀 从历史上来看 历史上分分合合啊 是不是 这个其实 到最后也是 像一场梦而已 当然我们还是要随缘度日啦 但是就是说 你去做判断 去选择 但是呢 你不用得失心太重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 不管 谁赢了谁输了 我们还是平常心 平等心啊 去面对嘛 好 因为呢 必尽无体啊 对不对 必尽无体嘛 所以呢 都是空 所以叫做极空 量以清皇 无体之空 非即以清皇 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它是毕竟无体 那就不再是你执着的那个清皇的分别了 所以 清皇无体之空 非即清皇 就是说 清皇无体之空呢 并不是你执着的那种清皇 清皇 持有 所以就是 叫做不极空 不极空 好 所以 第二句呢 我们 假使不要看文字 我们 用这个义里来 第二句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 你不能 把执着色相 持有的一种情形 去执着 空好像也是一种 一种什么东西是 可以 可以 可以去分别 清皇 我们可以去分别嘛 对不对 那空呢 如果你也是用 用语言文字去论述 用思维句去分别 那一定就是去跟分别清皇一样 你用这种分别心去分别出来的空 它并不是真正的空 那真正的空是什么 是知道这些你所分别出来的 不管是清皇 你所分别出来的空跟有 毕竟都是 这些分别都是虚妄无体 你所分别出来的东西都是虚妄无体 这个才是真正的空 你所虚妄分别出来的东西 毕竟是无体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空 那你不能把空呢 也去做虚妄的分别 你去做虚妄分别出来的空呢 就好像去虚妄分别出来的清皇一样 那并不是真正的空 所以你把空当成像清皇一样 可以去执着它去分别它 那是不正确的空 所以这一句就是讲的这个 把空当成是一种油法 把空当成是一种油法 那也就是在二十八页也是 但是他就是师父 师父的爱就是讲的他第三句 二十八页第二 真空者其功非是油 有一般人认为有空 而得空是油法 就是讲的这个第二句 第二句 把空当成一种油法 像清皇之相一样 把空当成像清皇之相一样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他讲清皇之相非是真空之理 所以真空之理不能用这种分别清皇之相 的方式去分别它 你用分别执着 所以空是一种无分别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第二个 要减除掉的空 就是执着空是一种油法 执着空可以去分别 可以去取着分别的空 这不是正确的空 把空当成是一种油法 这是不对的 这是第二句 好 再来第三句 观约三 色不及空以其空故 何以故 这个完全一样 跟前面 但是里头的意思不同 文字是一样 你看跟前面三句 这前几句是完全一样 色不及空以其空故 我都跪起来了 为什么呢 何以故 以空中无色 故不及空 跪色无体 故即是空 为什么色不及空 因为空中无色 你也是加几个字 就比较好懂 这个空呢 就是色外之空 色外之空 色外之空 就是色外之 色外之空 所以你看我师父他的解释 此第三能观纹说明真空 减飞色外之空 不是色相之外 有一个空可得 什么叫做色相之外呢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杯子里头 可以装水 你看我的杯子可以装水 为什么我的杯子可以装水 因为杯子是空的 如果现在已经装水 装满满的了 那还能不能装 你觉得不行啊 现在杯子已经满了 或者堆了很多的 这个石头 还是把它塞了很多 塞满了 就不空了 不空了 就不能装水 对不对 这样的杯子里头 空空的 杯子里头的 空空的 可以装水 这个就叫做什么 色外之空 这个空其实我们也常用啊 就是 这个空间好大 你的房子空间好大 你的房子空间好小 我的车子里头的空间 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买车买房的时候 对不对 就会去注意到这个空间的问题 这个我们常讲的空间 这个就是色外之空 所以你要正确了解佛陀开悟的空性 你不能用色外之空去理解它 如果你用色外之空去理解 佛陀讲的什么涉及之空路面 那就错误了 那就错误了 所以第三个要检除的就是色外之空 色外之空 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空间 一般所讲的空间 这个房子的空间 这个杯子里头的空间 这个车子里头的空间 好 所以 色外之空无色 如果是这种所谓的色外之空呢 就是它当然是要去除掉什么 色法 所以空中无色 譬如说杯子里头可以装东西 这就是杯子里头 并没有装东西嘛 所以叫无色 杯子里头空空的 没有装东西 叫空中无色 那这并不是真正的空 这并不是真正的空 那什么才是正确的空呢 它说 灰色无几 顾及时空 这个杯子 我们刚才讲这个杯子 杯子本身呢 其实比如说 就跟刚才的毛巾一样 它也是缘起的 你看这个杯子它用很多的材料 它有铁的 也有塑胶的部分 它有很多的材料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杯子 它只是很多的材料 弄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给它一个 好像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杯子 对 比如说这一只蚂蚁呢 它在杯子上面爬来爬去 它也不会觉得说 有一个什么杯子啊 我在爬杯子 没有 所以这杯子 或者不是杯子 这是人里的一种概念嘛 对不对 并没有真正的杯子 这只是我们人呢 在这些因缘合合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一个新的概念 去定义了这个因缘 定义了这个缘起 可是这个缘起 本身是没有自性的 这个就是空 所以叫做缘起性空 所以会射无体 故起是空 这个其实也就是 所谓的 这一门叫做 会射归空 对不对 会射归空 所以它就量由会射归空 空中 必 无有射 是故 由射空故 射 非空也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 这个 会射归空 那空中 必无有射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这射像 这个射像呢 毕竟是什么 毕竟是虚妄无体嘛 前面讲 射像是虚妄无体 所以这个空中 就没有所谓的这个 死有射像 这种一回事 空中必无有射 因为射是一个假像而已嘛 是一个假像 所以由于射空故 这个射像本来就是不可得 所以射非空也 所以说这个射非空也 就是说非射外有空 所以这个射非空 这个空就是指射外之空 射外之空 好 好 那一样 文字看起来比较声音 但它道理其实不难 道理其实不难 它要讲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 你不可以在射像之外去找空 佛佛所开悟的诸法空相 心经讲的 是诸法空相 不声不念 不够不静 不真不解 佛佛所开悟到的这个 诸法实相 空相 并不是在射像之外的那种空间之像 如果你用这种射像之外的那个空相 把它当成佛佛开悟的那个空 那你就错了 这叫做射外求空 这个也是错 好 那这前三句呢 我们现在 就简单的做一个结论了 我们要正确的了解空的话 要 减除掉三种错误的空 哪三种 第一个 断面空 第二个 把空当成是一种油法 认为有一个像 有一个 什么东西叫做空 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叫做空 这就错了 第三个 射像之外去找空 这也是错 所以 他最后 他说射三句 以法 简情器 就是说 以上呢 这个三句 射不及空 以及空故呢 那他的内容呢 这样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错误的这种情见 简情啊 就是错误的情质分别 一般人会错误的用他的情识分别 什么叫做空 大概就是有这三大情形 那现在我们用道理来分析 告诉我们说 这三种情形是错误的 我们不可以落入断面空 我们不可以把空当成是一种有 就是不能用有所得心去求空 就是不能用有所得心去求空 就是把空当成是一种有法 这是第二个错误 第三个错误就是 在射像之外去求空 去找空 这都是错误的了解空 如果能够真正把这三种错误的空 都能够去除掉呢 基本上你就差不多应该可以 真正建立起真空观 就可以建立起真空观 那真空观应该在什么形形呢 第四句 是设计是设计是空 何以不 凡是设法必不亦真空 以诸设法必无信不 是不设计是故 设计是故 设计是故 即是空 知设计是空 知设计是空 即有一切法 亦然是知 所以正觉得空 应该是怎么样呢 就是新经讲的 叫做设计是空 那为什么没有讲空计是设计呢 因为空计是在下一门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门的试句 这一门的试句 叫做会设计是空观 对不对 那空即是设计是下一门的 下一门叫做明空即设计 三十五页 第二门 我们有四句十门嘛 对不对 他就说前两句有四门 所以就有八门 再加三四句各一门 所以总共有十门 前四门 前四门就是在谈设计是空 再来五六七八四门就是在谈空即是设 然后第九门就是谈中道义 叫做色空无碍 空色无碍 他是写空色无碍 这是在讲中道义 最后一个叫闽觉无济 他讲的就是什么 这个语言文字都是方便之说 你不能够在语言文字下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最后只好什么 就碾花微笑 碾花微笑就是一个闽觉无忌的代表 代表座 大家知道了吗 这没办法讲啊 看你是不是懂 就这样 但是那是不是都不要讲 这祖师分析的太好 真的 他说 他后面有讲 他说 如果你没有从解门下手 你是很难去进入到闽觉无忌 我们稍微 王居士说先给大家闻香一下 对不对 还可以喜欢讲这句话 四十五月 四十五月就这样 他说若不动明浅久 无以色诚此行 就是说 如果没有浅久门这样 花了那么多时间 在语言文字上面的话 你是很难去进到什么 那个 敏觉无济的这个修行 这样懂得意思吗 你还讲得很好 所以说 我们需要有这个 语言文字思维的基础 你才有可能可以进入到这个 敏觉无济的这个修行的状态 不是什么 那我现在都不要听课了 什么都不要想了 傻傻的钻在那边 那又要落入无济 那很可怜 错误 所以 这个 回到三十三页这里来 就是说 他第四个 射其之空 为什么 射法必不易真空 为什么 因为射法必然是无性 这个我们常讲 缘起嘛就知道 就很容易了解 为什么无性 因为缘起嘛 对不对 缘起性空 无自性 所以叫射法 所有的射向射法呢 它一定是缘起 缘起者必然无自性 所以射法必不性 缘起性空 所以叫射其是空 既然射空是如此 那么一切法 那就是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嘛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受即是空 就是这样 想行事即是空 同样道理 一切吧 都是这样 好 那前面四句呢 今天我们讲的这叫 会设归空关 会设归空关 29月 四句十门的第一句而已 会设归空关的四门 那四门的前三门呢 是先减除掉错误的空关 第四门呢 就是说 直显正义 叫做缘起性空 所以射即是空 对不对 所以叫会设归空 那下一门 下一句 明空即射 就是空即是射 那我们呢 下礼拜 下礼拜 我们再讲这个 明空即射管 所以呢 我就讲 会设归空就是心心的什么 射即是空 明空即射就是心心讲的什么 空即是射 那空射无碍就是 就是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的这个忠道义 忠道源容无碍的这个意思 叫做 总观 那第四个就是 明觉悟记就是心心 其实是不可说不可说 甚至不可说不可说 也不可说 这个我们祖师都给你讲出来了 再给大家文像一下 你看 41页 41页 什么叫明觉无忌呢 为此所观真空不可言 吉色不吉色 亦不可言吉空不吉空 一切法皆不可 不可亦不可 此语亦不受 窘觉无忌 非言所忌 你看这杜孙文像 如果不是开悟的大祖师 讲得出来这些话 他不但是开悟 他就是 教下又是不得了 他能够写出这个 这个法界关门 十玄门 你看他的学问 他的这个知识 这文术菩萨再来 让他办法 所以我们能够好好修 学识我们的福报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 好 好